對於要找一條方程 那它的min或者max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不會陌生的了 二次方程 要找min max的第一個步驟 一般都是先配一配方 我們看一下配方的步驟 然後之後再看看它的上數項 是怎樣處理的 但是對於這一條式 我們看到又有5x的平方 又有兩個y的平方 相對來說有一些困難 看看5 剛好又可以表達成是 兩個平方數的 那就是1和4 另外2也是 我們樣貌就猜到 它應該是 兩堆東西加在一起的 那我們一起去看看 這一條F 就可以表達成這樣的樣子 就是x的平方 加y的平方 加1 減2xy 加2x 減2y 然後加 剩下的那些東西就是 4x的平方 減4xy 加y 加y的平方 再加2 這樣 這樣group 我們就會有 頭六個東西是第一group的 然後之後那三個是第二group的 這樣group 我們就會變成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x 減y 加1 的平方 再加2x 減y 的平方 然後加2 然後我們又看 既然 x減y加1 這個是一個平方 第二個就是2x減y 這個又是另一個平方 我們知道平方數 這個東西它一定是 非負數的 第一塊是這樣 第二塊都是這樣 那 如是者 即是說我們x和y 可以讓我們任 那麼選 那麼選到 只需要這一塊是0 而這一塊同時等於0 那麼 這個就是它最小的值 那麼由於平方它只可以 是一個正數 那麼它最小的那個值就是0 那麼所以這一條式呢 F 它的最小的值呢 那麼我們可以寫成是 F 那麼旁邊寫個minimum 那麼這個字 我們不用想就知道是2 那麼究竟是2的人 它的xy值是什麼呢 那麼剛剛講過 我們如果要這一塊 等於0 和這一塊等於0 那麼這個就是兩個 我們已經知道的條件 那麼把它組合在一起 就成為了一條聯絡方程 x減y加1 這一塊需要等於0 那麼2x減y 所以這個東西需要等於0 那麼這個解聯絡方程 相對來說都不是很難 那麼所以呢 解釋完之後我們就會有 解釋完之後我們就會有 正確的答案是 x等於1 y等於2 那麼所以我們當取x等於1 y等於2 那麼F它就已經到它的 那時候它就是 拿到它的最小的值 它的minimum 那麼它minimum呢 就是2